那我们接下来问一下艳丽 我们接下来到底是富还是贵 所以今天的股市有什么值得期待的行情吗 还有哪些潜在的机优股 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慢慢讲 你怎么像阿飘啊 你这慢起来 富或者贵的人比较没有朋友 就是没有收视率 所以还是要乖乖讲 好 其实从技术面上来看 台股在7300以上 这个压力就比较大一些 那确实我们从这几天的 就特别这个站上7500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追加的力道比较不足 所以呢 其实 大家都在怕了 对不对 都在许 对 大家都在怕 那不过就说 其实我个人的判断是 我觉得因为年底 还是有所谓的这个选举嘛 那选举其实对这个 您的身体状况是有反映股市 现在7500嘛 对 7500都会少 工作太劳累所以不小心咳嗽 慢慢讲慢慢讲 好 那因为年底有选举 那所以其实这个选举对执政党来说 是蛮重要的一个活动 那如果说选举的 到时候如果这个台股行情好的话 那其实对选举也会有一个程度的 一个加分的效果 所以我的判断是呢 其实台股在这边做一下整理 那也有机会做一个比较大幅度的拉回 只是说这个拉回的这个幅度到大概是多少 我们还要再做进一步的观察 那不过就算拉回之后 我觉得年底或者是明年 你要在站上比较高的一个指数的位置 我觉得几率还是蛮大的 那毕竟就是说 其实现在对马总统来说 他并没有一个比较大的政绩 那特别是这个 讲慢一点 特别是八八风灾之后呢 对那其实他的民调掉的蛮多 他最低的时候 他的民调只剩下16% 那所以他现在有两大政策要出容 一个就是ECFA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两岸金融MOU 那其实像我这个前一阵子 我就听说 有几个这个国立学校的一个财经系所的老师 就跟他们所有的学生说 你们今年只要做一种股票就好了 那种股票就叫金融股 那因为那个老师他其实跟 这个国民党籍的所有的立委 还有一些高层关系都非常好 所以他觉得说 今年这个金融类股 其实是有蛮好的一个行情 那确实看起来 今年金融类股表现还不错 金融类股 对那不过就是说 因为已经涨上来了 所以还是会建议大家就说 你等拉回的时候再做一个布局 那年底呢 我个人还是就是觉得 他应该还是会有一波行情的 只是说在这个阶段上面 可能投资人操作上面 还是要比较省慎小心 那另外我再花一分钟就说 那很多观众朋友会觉得说 那如果是一般上班族怎么办 那到底要怎么样赚这次的行情 我提出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就是说 如果呢你不是有很多钱的人 然后你也不会看盘 不知道怎么样看盘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 你就拿出一点点的钱 然后你每个月 你就买一张中钢 或买一张这个中华电信 那你其实就是用一个定存的概念去买它 那因为你选择每个月用同样的某个时间 比如说可能是月出 薪水拨下来之后你就去买 那其实它会达到一个分散风险的效果 就是说你每个月用同一个时间去买 那这样会分散风险 那另外一方面 它其实也是强迫储蓄的一种方式 对 因为我刚刚说那几档股票 其实它的体质都还蛮 算蛮健全的几家公司 这样讲真的不错 就是我们的手车要开始去做 不要一直听 对不对 而且老师建议的这个是很安全 又有稳断 稳断的 怎么办 今天大家都很凡然了 你这个人讲话真的是 今天他都没有谈 不好意思 先休息一下 让他们这些老人咳嗽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